大家好,我是孫允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打到你 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就好看了不少少 高開之後其實也跌過,但幸好沒什麼事 最後慢慢升回頭,升幅越來越大 下半場升幅基本上超過300點 前日升355點,收28341點 成交也有1000億以上,1014億 今天市能夠升300多點,中移動就記一功,看到3.7% 另外科技股都不錯,因為iPhone好像說會量產 新的iPhone,其中是順語光學,科技升5% 都是市場上升的主要動力 整個市場,昨天節目提到,用懷消息出盡問號 是否懷消息出盡,有你的市場反彈呢 結果今天的市場真的考驗到 昨天提到的,或者是迫近的 昨天提到的重要支持位 前浪底27857就開始反彈了 因為低位今天是2793多 差幾十點,迫近前浪底就出現反彈了 反彈過後,要怎樣呢?要怎樣做呢? 初步看,可能反彈之後 市場可能還是要整顧一下 原因是跟點提的幾個字有關 打到來什麼意思呢?就是新冠狀病毒 有人這樣說,武漢新冠狀病毒 有人說,武漢新肺炎,有人說新沙士,也好 疫情的情況越來越令大家擔心有關 不單武漢最新的數字去到450 死去死九個,而且有英國大學的預測 英國大學的預測,涉及人數的感染人數去到2000 當然中國日灣當局就否認,這個預測是不準確的 無論如何,這個預測顯示大家比較擔心這件事 幾天擔心就越來越多人感染了 而且應該擔心地理上越來越多的不同的地區 的人都是受到害的 包括昨晚華盛頓方面 美國華盛頓特區 傳出有人感染了 美國華盛頓特區 是首宗,令大家驚驚一點 美國當場昨晚有一個調整 到今天呢,連香港也有了 香港其實之前也有懷疑的個案 現在今天終於確認了 首宗 當她是新肺炎 新肺炎,確認了首宗 這就是翻翻點題了 就是打到來的意思了 就是打到來香港了 在這個情況下,市場人士的情緒會受到影響,特別是香港明天年二十九,年三十萬,一日半左右 炒一日半左右放假期間,疫情會如何發展呢,特別是大家擔心放假期間 釋席中國是春節,春節就是春運,春運人口又來來往往,會不會在疫情隨著人口來來往往往 而擴散呢,而擴散期間,剛才說了,港股玩多一日半就沒得玩 如於擴散,香港就算知道它擴散了,股民都沒辦法做事,要去到下星期回來才可以動作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多多一點令大家擔心疫情擴散 這樣的情況下,不如先減一下磅,沽一下貨 趁著這個情況,就可能趁這個反彈沽貨 另外,看回整個市場,都次次地,彈之後就落了 趁反彈沽貨,之前的市場會整固 加上,剛才提及過,港股自己本身就彈了上去之後 今天成交也有一千億,但比昨天來說明顯減少了很多 昨天就有一千三百多億,是多成三百億的 反彈,成交縮這個不是一個特別好的現象 加上,今天的市彈跟所謂落後股就上升有關 說的是哪一隻股呢,就是中二棟 看見中二棟,就紅紅紅就上升了 今天去到69.44,70元都來頭了 直逼之前的高位,走勢極之強勁 一般都說中二棟大落後股,升到去的時候 往往對市不利,就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估計接下來的一日半交易日 投資者可能都趁高位反彈,就會沽減一些貨 減一下磅,以免農曆新年期間有什麼事呢 風吹草動,自己就不能夠動手 這個市場情緒會導致市場後再回 但是回多少呢,初步看,我就覺得不用太必觀 因為一來疫情,雖然現在表面看 或者市場傳,或者坊間說 都是比較嚴重,比較令人驚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然要大家 無論是股民或者市民都好 都要做足防備措施的,市民當然要做一些防疫措施 當年董太太說,洗手洗手再洗手 這個就必然要做,而且口罩 都是隨身戴鼻好些,人多的時候戴好些 這個當然要做的,但是呢 總而言之,暫時不用擔心到 好像市場人士說,沙士 想想當年香港沙士,即2003年沙士的慘況 股房子跌倒在那裡,特別是房子跌倒在那裡 嘩,真的不斷倒在那裡 令大家重拾當年的恐怖景象,很害怕 但是是不是真的那麼害怕呢 從兩個角度來說,未必要害怕,像當年那樣 第一,就是現在初步看,因為這幾天 路路續續的專家都是評估了新沙士的疫情 大部分專家都覺得,今次的新沙士,比舊沙士來說 嚴重性沒有那麼厲害,只是對人的打擊沒有那麼厲害 死亡人數,致命性也沒有那麼厲害,傳染性也差一點 比上次的沙士,換言之,沒有上次的沙士那麼恐怖 恐怖就恐怖,但是沒有那麼恐怖 這是第一個,而且今天有消息說 美國方面已經開始研製,估計幾個月後就會有了 好像整個情況,沒有當年大家說 一出不知什麼事,倒死落下 這是第一個,沒有那麼嚴重 第二個,就是經紀小學長一致,經過2003年之後 其實全世界都對防疫情的功夫做得比以前好 現在基本上一有事,都不由分說,就會隔離 做了防禦措施,令到疫情不至於 上次的爆到亂龍,周圍都是 人類智慧的進步,相信 疫情就沒有那麼,比上次的沙士來說 應該沒有那麼惡劣,發展下去 甚至是春雲來的,相信最後都沒有那麼惡劣 在這種情況下,廣告會調整,但未必會暴跌 會調整,調整到哪裏呢 接下來這段時間,一日半假日 以至農曆後會調整到哪裏呢 有可能,初步看都是27500的水平 這就是200天線的所在 其實昨天節目也看過了,兩級支持 一級就是27857,另一級就是27500 現在初步都是這樣看,有可能會試試27500 但是呢,你說疫情會爆亂龍的可能性 初步看不大,廣告報社的可能性也不大 27500左右,相信都是差不多的 好了,講到這裏,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大家收看 給 fragen,有adamente是不是 答案 得來 Tower 為火 相見 很快 確實